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新浪微博爱奇艺PPS风气网的独家支持 更多详情请摆途搜索顶级厨师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懒贷国际医院 欢迎各位 长风破浪会有时 只管云帆济沧海 今天对于顶级厨师而言 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一天 因为你们将要争夺第二季顶级厨师 全国十强的名额 十强对我太重要了 这个分水岭我必须要跨过去 今天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神秘盒的挑战 我数到三 请大家一块打开神秘盒 一 二 三 空的 是要做椒盐皇帝的新衣吗 作为通往全国十强的关键之战 今天的神秘盒将有一些规则上的调整 你们每个人 待会都可以从食材室里头挑选一样食材 而这十一种食材 将会组成你们最后的神秘盒 为了保证神秘盒的独特 以及比赛的公平性 你们选择的食材是不能出现重复的 现在呢你们可以依次进入食材间 选择一样食材 交给我们三个人 首先是红红星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出发吧 我给大家挑一个神秘盒的惊喜 洪洪星 挑了一个芒果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所有水果食材都出现过了 但是芒果还没有 然后顺便帮大家补充一点 维他命跟维生素 我看你的笑非常诡异 好 谢航 为什么会选择挑虾呢 因为我是真心不想为难大家 这一袋 刘瑞 拿了一块黄油 对 这个招单是挑的牛肉是吧 牛肉 陆静 该你了 陆静 为什么会选择鸭子呢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 南京又号称鸭都 所以既然我想不到拿什么 我就拿着鸭子 他们没收菜怎么玩啊 挑个胡萝卜 谁呢 你挑了一根胡萝卜 是的 洋葱 我是想对大家好点 这百搭 小光拿着鸭子 我今天选择四个八角 这是什么 黑胡鸟 黑胡鸟 这是什么啊你 头好 好 谢谢你 好的 各位 现在属于你们的神秘盒 已经诞生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要告诉大家 各位 与往不温不火的沉迷和所不同 今天 你们当中做菜做的最优秀的 除了他能够在下一个环节 为大家选择主食餐以外 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他将能跳过创意菜的比赛 直接晋级 成为顶级厨师第二季 首位全国时常选手 而坏消息是什么呢 各位 正所谓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在这一轮神秘盒的环节当中 表现最差的那一位 你也不用参加创意菜的环节 而是直接进入最后的压力测试 成为最有可能离开的那一位 是要一个人默默离开呢 还是和其他九个人一起成为顶级厨师 全国时强 请用你们的主意来告诉我们 好了 各位 打起你们十二分的精神 来投入比赛 时间六十分钟 计时 开始 两位老师 今天我觉得他们选择的食材 比较大路破 如果你们拿到这些食材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菜 假设是我的话呢 今天我要嘛就做个 萝卜和鸭子的搭配 要嘛会做个牛肉和虾的搭配 我会类似做的 现在欧美比较流行的 这种早午餐的方式 做一个鸡蛋饼之类的放在下面 然后用虾跟芒果 同好这三个东西做一个色拉 把它垫铺在这个蛋的鸡蛋的上面 我们再煎一块很好的牛排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发挥的 我做一个新式的炖的牛排 在煎牛肉方面 我觉得我有把握把它做到十分完美 因为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一项工作 好 借我一下虾 我给你吧 我用不了 好 谢谢 太棒了 钱 云娜 好 今天制作什么 我想用一个蛋卷 然后把那个虾捞过去 是不是因为你在上一轮的团体赛环节当中 你煎了四个小时的蛋卷 所以你对这个蛋卷有特别的心得 如果要用蛋卷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在11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的话 你还是要去想想 它的独特性在哪儿 是不是能够打倒其他11位选手 好 各位 时间已经过去了 20分钟了 你们今天所选的11种食材 其实制作起来没有太大的难度 但是我希望你们去搞清楚 怎么样做好搭配 装盘 恒态 都是很重要的 张同你好 张老师您好 你打算做什么 我准备做一个黑胡椒味的牛肉芳 然后搭配一个我创新改良的西班牙那个土豆煎袋 你觉得那个创新点在哪儿呢 我觉得创新点会是它的口味应该是 好 我觉得我可以完全发挥自己的创意 能够冲击一下像冠军这样的位置 陆静 哈喽人啊 告诉我你今天做什么 今天我做了想做一个滑草虾锤 滑草虾锤 你挑鸭子怎么没做鸭子的 其实我挑鸭子并不是想做鸭子 而是因为我是一个男人 一大算法其他十个人都害死了 一方面我对鸭子比较了解 我自己能做好 但同时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一些选手 他们可能对鸭子的处理并不是非常的OK 各位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了 我发现有些选手对他今天做的菜 不管是酱汁还有配料还有处理方法 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这一个神秘盒对你们11位选手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进入全国十强的一张门票 刘蕾你告诉我你今天要做什么菜 我今天想做一个中西合并的 一个新式的炖牛肉 这个是我用胡洋葱啊 然后什么做的一个简易版的烧汁 然后我想把这个烧汁能够和 本身我煎好的一个牛肉结合起来 你觉得凭你这道菜 你有没有办法进入市场 没问题 真的吗 真的没问题 先尝一下你的这个汤汁 OK 各位 现在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 还没有进入到最后的 冲刺阶段的选手 你们要注意了 因为在这轮当中 最差的那位选手 将直接进入到压力测试 现在是最后准备牛肉的这一步 因为牛肉的火候要非常小心 所以把它留到最后来做 而且需要的时间也非常短 最多五分钟那样的测试 刚才两位老师在地下 巡视的时候都很凝重 是不是有几位选手 你们看来是比较悬的 那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刘瑞 他喜欢用西式的这种炖煮的方法 去呈现中式牛排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 他这个熬的这个汁水 其实基本上是刷锅水 所以他那个东西 就要在一个小时内把它修正过来 把它搞定也是有问题的 相对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 季晓光他做了个棋位压 已经可以下定了 肯定很难看 就是正常我们所了解 季晓光的那种路数 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分钟 要完成最后的装盘工作了 一分钟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别的 一个小时的烹饪时间 我们的美食爱好者们 根据神秘盒的食材 结合自己的创意和激发 完成了个人的料理作品 三位美食评审 在尝完所有料理之后 最终选出了两道最好 和两道最差的料理 进入最后的点评 我们想请上来的第一位 刘瑞 请端在你的菜上来 妈妈咪呀 第一个教导我 我的手都在插 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第二位 陆静 站到台上的时候 我还是挺自信的 我觉得应该还不至于 去进家里测试吧 下一位 钱云娜 而最后一位呢 她是 张孔 你们四位当中 有一位 一会儿将会直接进入到 第二季顶级厨师的 全国师墙 有一位 你们将直接进入 压力测试 接下来我们要分别品尝 你们做的菜要 刘瑞你第一个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 叫新式炖牛肉 把牛肉先腌制过 然后自己处理了一个 比较简易版的一个烧汁 把所有的味道都集中之后 再把煎好的牛肉 放回到汤里边 焖煮大概三分钟到五分钟的时间 这样我能够保证 牛肉有六成熟到七成熟 而且它的味道 是会进到牛肉里边的 我觉得从整体的外观来说 百分之七十的牛肉 配上百分之三十的蔬菜 我觉得主食材跟副食材 这个配比 是已经达到了一个 非常具有专业厨师的 这个象征了 就菜的制作品质来说 我觉得你的肉 在腌制过程跟处理上面 的手法运用得很好 要把这样子一块 不是属于说 比较上层的牛肉 也是不是比较精致的部位 能够处理到有汁水的 然后它是有鲜甜味的 然后有麻辣的这个 有这个胡椒的这个嗆味的时候 它是不容易的 谢谢老师 胡萝卜没有包容 牛排本身控制的一个生熟度 也确实做得不错 谢谢老师 从整体上 我觉得这道菜呢 算是我会希望刘锐 能够发挥的一种正常水平 谢谢老师 好 陆地 今天我是把那个虾肉 用锤打的方式把它给打饼 然后用黄油和洋葱 还有胡萝卜来炒 另外配上了我的那个芒果 做的一个沙沙 这道菜我觉得 那个虾的处理 处理它太烂了 像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一样 肉的那个弹性丧失殆尽 就口味来说的话 我觉得Salsa 在处理的这个部分是不错的 你知道没有柠檬 你会想到用醋去做一个替换 这个东西你是有花过心思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 把这些东西都舍弃掉 这些东西化舌天主 不要把很多想法 都放在同一道菜上面 明白了 谢谢老师 好 下一位甜云呢 这个虾我把它切了小一点 加了一点点淀粉 然后用手打上筋 在就是下油锅的时候 用了一点洋葱 去提一下它的甜味 然后用蛋卷把那个虾仁裹在里面 哎呀 真是秀色可餐 让人食欲大增 他要是可以阿姆一口 可以去调整 对 我就准备阿姆一口 我觉得虾仁的处理是恰大好处 在配上外面裹着那个蛋卷 又那种鸡蛋的清香 所以两者之间是相得益彰 我觉得这盘菜相当不错 谢谢 这个蛋皮可以看到 明显经过了上一回的一轮团队赛以后 这个蛋皮已经盛得挺完美 谢谢 已经是有职业水平了 谢谢 从装盘作为一道菜来说 我觉得它做不上一道大菜 但是作为一道前菜 它很清爽 让人看下去很干净 是一道成功的前菜 谢谢 好 下一位我们看看张同 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把气 叫豆牛玄武群 这边是黑胡椒味的牛肉方 这一部分呢 我是用类似于西班牙土豆煎蛋饼的方法 把土豆更换成胡萝卜 然后加了整个家人 然后这边是Cignal 这边是Blu 我尽量希望就是所有的食材 都能够最大的发挥 它们本源的那个味道和能量 OK 你觉得拿到一块这样子的肉 它可以作为这样子的呈现吗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是不是 OK 好 当张老师说 剩下十分钟 我问张同 我说你的牛肉做好了吗 他说他做好了 他说我心里太浪漫了 你做好了怎么 我看见像生的牛肉一样 我个人觉得呢 你今天我们所给你的这块肉的话 其实它不太适合做这么生的去处理 但是其实不是没有办法 有办法 如果你要用这么生的肉 去做这样子的展现的话 我会建议你用薄片的方式去处理 就是俗称的所谓的卡巴丘 因为这样子的去处理的话 你搭配一些酸的东西 你有芒果 你用酸跟咸 它本身可以加速肉类的烹调方式的话 可以减少你这道菜的危机 好的 谢谢老师 在这道菜上面给我印象很深刻 是你对这个食材的不了解 假设今天这是一块神户牛肉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好 它一点问题没有 假设今天作为您所取到的 今天所用的一块本地牛肉 我觉得这个方式去做是绝对不合适的 你自己尝 尝得到了吗 那个山芹 这就是一块生肉 而本地牛肉做生肉 那是绝对不合适的 所以就这道菜 我是喜欢那个创意的 但是我不喜欢你实际 对待这些食材的一个处理方法 我自己很用心来做这个东西 那么说对食材不掌握的话呢 我不是完全否认 那可能就是说 我是看肉眼看不出来 它是进口的还是自产的 好 现在我们 向请刘瑞跟钱云娜处理 在你们当中 我们会选出一位 可以率先上到二楼 进入到全国十枪 但是我们三个评审 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现场的投票 在钱云娜跟刘瑞之间 我觉得口味都能够使我满意 但是从操作的难易程度来说 刘瑞的那个更困难 而且当然还有一些我不喜欢的地方 不过呢 我这票还是愿意投给刘瑞 从你们两道菜上面去比较 从技术上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刘瑞的这道菜 可是你在汁酱上面的一个处理 你在胡萝卜上面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还是稍嫌不足 整体来说 钱云娜 你这道菜相对来说 他整体挑不出大的毛病 所以我这票会投给钱云娜 刘瑞 我想你也听过了我们三位老师对你的批评跟赞选 以你的菜来说 你今天是让我们看到应该要发挥的水平 钱云娜 你今天做的这道菜让我们三位每次平稳 感觉到都很惊艳 我甚至没想到 你会利用你在团体赛 所经历过的那四个小时的折磨和苦难 把它转变成为你的动力 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 让我们三位都感觉到挺感动的 但是只有一个人 能够直接进入的全国石墙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 刘瑞 这一票我给你 石墙 我来了 钱云娜 其实你的菜肴也非常地优秀 你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我们也特别地看好你 好吗 继续加油 回到你的料理台前 今天输给了刘瑞 内心肯定是有点不太高兴 那可能大家比较偏爱 是一道正餐 陆静和张同跨前一步 从总体上来说 你们两人的菜 今天我们都非常不满意 最主要的是 体现在你们对于食材的那种不熟悉 也许你们想创新 但是所有的创意 所有的想法 都围绕食材本身 而你们今天在这一点上 做得不够 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会进入到压力 测试 我们三个人 意见完全一致 直接进入压力测试的那位是 张同 好 路径 你安全了 回到你的料理台 这样的话 张同你将直接进入压力测试 请站到待定席 熬过了创意菜 熬过了压力赛 我还是会站到上头去的 牛肉准备好了吗 跟我们一起进食材室 我终于来了 外边人所有的命运都在我的手里边 这种感觉 有点太好了 刘瑞 首先恭喜你成为本季 顶级出师第一位进入十强的选手 谢谢赵老师 刘瑞 第一样是沿海地区餐桌上的常客 它就是 带鱼 带鱼 年年吃 第二种食材 是在所有高档的餐厅都会常见的 它就是 龙香 奥龙 这个是我擅长的 第三样东西呢 也非常特别 它的外壳啊 可以入中药 当中 你还会发现一颗珍珠 它就是 鹅巴 这么大格 刘瑞 你今天的决定是何棒呢 龙虾呢 还是带鱼 我最后为外边的选手选择的食材是 今天创意菜的主题是 何海鲜 各位 刘瑞在三样食材中 为你们选择的是 何棒 何棒 牛肉你到底想干嘛 你就是想把我们害死吗 谁会去吃个何棒啊 你牛肉也该死了 这怎么做 今天都没见过 挖掉 何棒是在江浙这一带 比较常见的一种和鲜 在烹调它的时候呢 有几个要点是要注意的 那第一个 它由于是生活在泥城里头的 在清理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一做得不好 它的泥腥味就会非常的重 第二点 它到底是一个淡水的和鲜 所以你做得不熟 而它相对来说就不安全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全熟 如果让我吃到任何一粒沙子的话 你们 就准备离开这个舞台吧 在你们九位选手当中 我们会选择出三位最差的 跟张鹏一起来进入到压力测试 四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 离开我们的顶级厨师的舞台 六十分钟 计时 开始 和以往一样 我们的美食爱好者 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食材间和配具间 招选旁人所需的配菜和器皿 然而 接下来对盒棒的预处理 才是今天最大的难题 今天开盒棒是第一次 太大了 它肉质很粗 所以今天怎么处理它 确实有些难度 盒棒确实 不是一个好做的食材 我最开始也把它想简单了 我认为它可能会比较出创意 但是我没想到处理盒棒会这么复杂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于处理盒棒都是第一次 所以开在这儿特费劲 盒棒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就是真空的东西如果要从外介入 它是很难的 所以一开始我用刀直接去挑它 基本上真的挑不动 这是什么意思 手足无措 当时我就 去砸了一个盒棒 这样这样开就不对了 应该把刀直接插进去 这样这样的把它搁进去 然后这样的一个面开出来的话 就很容易把它拔开 终于 老老师 你好 你好 我刚才看你开棒的那个镜 你是把它往地上摔 然后 你对待这个盒棒 这个就像一个你不喜欢的男人一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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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打算做什么 我还是想做一半两吃 因为今天棒的最佳搭配就是蚝油 那么我们有个天然的好东西 就是李锦记的周庄蚝油 这个东西非常好 我觉得用来搭配 应该这道菜会很不错 好 加油 谢谢梁老师 开呢 宝贝 我这上次煮了 它咋不开呢 好了 开了 小草 杨老师 所有选手当中 是只有你把盒棒丢到水里面去烫的 所以我想把它烫开了 掰开容易一点 其实盒棒就是说 你一定要放到滚水里面 让它稍微烫一下 它就很自然会开了 它就开了 但是它还是一样的很难掰开 对 但是你要把刀子伸进去 把它最重要的这个连接点 把它一砍 它就完全就可以打开了 洪星 是 你觉得这个贝类哪部分是不能吃的呢 像这个肚的部分 对 泥肠 肝脏 这些都在这里 但是今天我利用的就是 像它这个醇 跟这个肉 我刚刚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我在做我的那个 盒椰饭 对 然后我放了一些像蚝油 干贝跟香菇 然后把那个饭的味道 可以再提升再浓郁一些 可以把它做成饭团 但是我会去炸锅 里面的内线就是 我的棒肉 其实蚝油它本身 实际上那个可说性还是比较大的 不光是贝类 在很多菜系里面 它都完全可以是 代替了味精的一个作用 鸿馨加油 好 谢谢梁老师 小光 刘老师好 打算怎么样来利用这个盒棒 这一部分呢 用来做饭 做炒饭 做饭团 做饭团 我刚刚看了一下 鸿馨他也是做饭团 做个娃娃 但是我听到刘老师说 鸿馨你也要做饭团 跟鸿馨一样吗 那时候我就回头看着他一下 我在想他做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对 希望我不会跟他重复到 他也是做饭团 所以你会输给他吗 你们两个做的都是饭团 那我应该不会输给他吧 他做的应该是 台湾那一边的那种风味吧 我做的是广东朝上的一个风味 我跟鸿馨我会做得更好 我对像水产烈的熟悉的程度 我相信会比他掌握得更好 梁云浩 你好 你好 打算做点什么 我打算做意大利面 为什么会选择用意大利面的方式去做好吗 我觉得如果就顿的话太普通了有点 然后我想要把它做得稍微有点像一个档次感觉 有幸运能够处理好吗 希望能做好 好的 加油 有位选手 听清楚了 直接已经过去三十分钟了 我今天准备用辣炒 我今天准备用辣炒 我怕用其他烹饪方式的话 就让它瘦太老 我只能用快速的 用爽个中国的快炒 来烹饪它 我准备用盒棒跟豆腐一起做 用麻婆豆腐的一个味道来烹制吧 那两位老师 我觉得今天这个合棒的烹饪料理 对于选手来说是有很大的难度 一旦煮熟以后也非常容易过了 老的话完全不能食用 就要跟橡皮似的 对 所以你们两位老师 如果拿到这样的食材的话 会怎么做 我首先会想办法去克服它这个土腥味 我会用上大量的姜和酒 去炖一个汤 一方面呢 它能够去有效地 弥补一些那个土腥气 因为这个东西呢 它不好炒 它一炒它就会出水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倾向说 把它先搓水 焯水弄熟了以后 再去拌别的一个调料 去做一个类似凉拌的菜肴 搭配一个汤 一番会怎么弄 我觉得 这西餐没法弄 我觉得可以的 精致一点的西餐的话 我觉得做一个意大利的炖饭 也是可以把它加入其中的 刘老师 你说的这个其实和钱韵娜 今天所做的有点不谋而合 因为钱韵娜她就打算做一个意大利面 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但是 你看到洪欧欣她把很多盒棒拿下去炸 一炸开始油锅就完全就 对对对 并并帮胖的 对 那个油锅就基本上是一个炮弹 稍微时间已经过去了45分钟 所以对你们来说 每分每秒都异常的珍贵 有个小问题就是时间不到够 因为我的饭腿比较湿 目前情况看来之后 感觉还好吧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好 各位 最后五分钟 现在你们应该到了 装盘的时候了 今天应该打95分 非常好吃 口感很难 两个菜都做好了 算是差不多了吧 现在准备出最后的 摆盘跟浇油 加二车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接下来 我们报道名字的选手 可以端着你们的菜 到前面来 首先请红红星 谢航和中玉 好 首先请红红星 把你的菜端上来 我把盒棒的一个裙带的部分 我做一个凉拌菜 然后它的一个棒肉 我做了一个糯米饭团 但是为了增加米香跟口感 我把它拿去炸过了一下 让它的米香可以更凸显一点 当你在炸这个盒棒的时候 那个锅叮叮邦邦就跟炸蛋似的 所以菜品里头的油 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创意跟你以前相比 我不是那么太喜欢 了解 包了盒棒的油炸糯米饭 老实说真心不好吃 像一堆泡在油里的米饭 这道菜我觉得 是我今天看过的菜里头 最失望的一道 红红星请回 我觉得红红星嘛 他做那个饭做得很不好 太烂了黏不起来 好 下一位 谢航 今天想法是把麻婆豆腐 跟盒棒肉做一个结合 把那个豆腐给裹蛋液 然后炸 炸了 然后垫底 然后把棒肉炒好了之后 放在上面再把酱汁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 应该会更好 它完全已经不能称为盒棒 对我来说它是盒棒口香糖 我欣赏那创意 不欣赏那个实际操作出来的方式 请回 接下来终于 今天我做的菜的名字叫 鲜棒献猪 我主要是想一棒两吃 用纯中式的一道 然后再加一点点稀式的感觉 你今天用一个很残忍 很粗暴的方式去对待我的盒棒肉 你就是完全拿起来往地上扎 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对待每样食材 你都要拿出你心里 尊那一份最感激的心 去把它烹饪 整体这道穿意菜 我是有经验的 谢谢 是第一次我觉得 尝完了你的菜品 我没那么忧郁 谢谢 我觉得终于这道菜的表现 完全可以说是终于苏醒了 下来我们有请 陆静 钱云娜 赵丹 请你们端这里再上来 好 陆静先来 这道菜什么想法 其实我这道菜 我用了一个爬汇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盒棒 下面的配料我用了 卤笋 然后青笋 胡萝卜和胶盘 还有香菇 就是一句话 路径从这道菜开始 从你的低谷走出来 谢谢大师 好 接下来钱云娜 盒棒做的一面 用洋葱 然后爆香之后 迅速的翻炒盒棒的肉 然后加了葡萄酒进去 同时呢 我加了那个蚝油 然后去提那个鲜味 这道菜 到现在我觉得是 在今天创意菜 这个环节来说 比创意点 是能够说服 我们三位美食评委的 它是一个盒棒 但是做了西式料理的创意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今天 这道料理 是足以代表 钱云娜 进入全国十强的 一张票 谢谢 好 票单 我用料酒 姜 柠檬汁 还有点白胡椒粉 和一点点的糖 去腌它 我就希望它老少皆宜 然后酸甜嗜口 那个感觉 就是能让小孩也喜欢吃 我觉得以这边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其实都是 鲁马牛不太相干的东西 和棒它本来棒类 它是比较娇嫩 从糖醋口味裹粉 去油炸的这个方法 是最容易把鲜味覆盖掉 它其实就完全吃不出 它是原来是什么东西 吃上去就像一个古老面镜 最后请王小草季小光 和袁田辉三位 王小草 进来 王小草 这是一个姜汤醉蟹棒 把猪肉剁成泥和棒也剁水 放在汤里煮的 这倒是个凉拌菜 先把蚝油焯水 拿麻油和料酒煸炒 然后拌了一个凉拌汁 两边相比 我更欣赏你这个色拉 还有葱油 这个葱油可以让人 吃进嘴巴的那个感觉 是很清香的 很开胃的 从我们来说 创意上 它是有惊喜的 这个凉菜的话 我觉得非常可口 爽脆 尤其蘸料 是能够起到一个特别 画龙点睛提鲜的这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神来之笔 我挺喜欢的 谢谢曹老师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是用最传统一种炒法 炒粥炒饭嘛 里面添加了盒瓣 然后盒瓣 我用了旧砖好油 酸油辣椒酱 还有XO酱 下去煸炒 这一堆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配菜 一个沙拉 这边是棒的唇边 然后我配了杨桃 还有那个小西红柿 我觉得今天这个炒饭 做得非常好吃 你觉得今天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这个可以打90分 干得漂亮 谢谢曹老师 如果你给自己打90分的话 我给你打90.5分 谢谢曹老师 我很讶异 你可以把杨桃这个东西 录到你的这个色拉里面 杨桃它的酸色 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你今天在这个部位 是处理得很好 谢谢 好 我是把它进行一个酸跟甜的搭配 这个肉是用蚝油 还有蒸鱼石油过来提鲜 然后进行一个爆炒 把里面的水分锁住 这是什么 肉 我也知道是肉 这一件 好 这一件 这一件 看到了吗 Dorami发售拳都齐了 我跳一块长在中间 我看到一块的口感 我觉得我们的 尝尝 11年 12年 12月 12月 9月 5分钟 约1月 3日 就能尝尝 那一件 盒棒的口感 你是感得上些行 大家都有口香糖 以口味上来说的话 每个食材的本身 都呈现出很明显的个体口味 所以这不是一道很好吃的料理 它也不是要很好看的料理 你需要再加把签 好的 那原来请回 请三位选手先回到你们各自的压力台前 我觉得整体一个水平来说 我觉得是都有明显的提升 除了红红星 我觉得今天做的比较差的 和创意上都有所欠缺的是赵丹 原天会你们也不太喜欢 原天会是 其实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发 发挥每一样食材 他那样做法实际上明显看得出 他对这个食材也非常陌生 我挺危险的 我觉得我的创业 你创意是OK的 味道都可以 就是那个 就是处理老婆 你可能还会进 还有红色 红色可能会进 你看徐晓康的那个饭 还不是太简单 你们不要我自己的 我都受不了 我心上都怪问题了 好吧 OK 除了张同之外 在九位选手当中 我们还要选出三位 今天表现得不尽如意的选手 来进入到压力测试 接着我要选一位 今天做的比较差的那位 是因为他的烹饪方式的错误 导致最后的结果 非常令人的糟糕 他就是 欢迎收看由美的厨房电器 独家冠名播出的顶级厨师 感谢新浪微博 爱奇艺PPS风情网的独家支持 更多详情 请摆途搜索顶级厨师 感谢战略合作伙伴 蓝带国际学员 他就是 当评论老师说 在烹调方面来讲 有很大的一个严重的事 我就知道是我 今天因为菜品制作上的问题 进入压力测试 这倒是头一招 下一位 我会挑出来进入压力测试的 是因为他从选材上面 他从一个烹饪手法上面 给我们的感觉 觉得对比核棒这个食材 不是最合适的 他就是 照单 第二个就点到我的时候 怎么会是我呢 我就觉得挺惊讶的能点到我 而最后一位 得跟你们三位一起进入压力测试的是 他在食材上 运用并不是那么的恰当 对刀工 也是有问题的 他就是 袁天辉 因为我今天很用心来做这道菜 但是还是失败了 袁天辉 张鸿 鸿鸿鑫 照单 你们四个人将进入压力测试 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 来给大家鼓劲加油 而这位嘉宾呢 他也将决定今天压力测试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来自香港的著名演员 蔡绍芬小姐 一出场就这么大的戏场 皇后驾到的感觉就展现出来了 像他本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皇后娘娘极像 我觉得你们很年轻 可以做这么好的菜 吃得太棒 太佩服 赵芬你 你同样大大有没有学过做菜 说真的 我是日的厨房 厨的厅堂的一个女人 厉害厉害厉害 你下厨最擅长的做什么样的菜 我妈妈弄的那些菜 我学到很多 好像冬英宫的汤 还有一个静蛋 还有茶螃蟹 我特别想问 你家老公会不会做菜 她 我情愿她不要做 为什么 她一出菜 整个厨房都是油 好 接下来 夏余芬小姐将为大家来宣布 今天压力测试的题目 大家有请 你看 这是太极香味蒸蛋 是一道手工倡议菜 山船是一个宫廷菜 就是蒸蛋羹嘛 我在家里蒸那个蛋羹是非常好的 这个题目其实挺挑战的 因为它需要一个人的细致 那各位 首先 你的桌上 它有一碗汤 也有鸡蛋 我给你提供几个简单的方法 那第一个 汤需要做调味 那然后呢 把它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鸡蛋 另外一部分呢 适当地加一点墨鱼汁把它调开 然后你看起来就会有两种颜色的鸡蛋 你需要搞一张锡子 要做成一个S形状 接着同时两手往里头灌 接着把它搁进蒸笼 那熟了以后 它的一个半成品应该是这个样子 你下一样就需要搁在凉水底下泡住 让它急速冷却下来 拿个吸管 一只手就在太极的这个形状 往下压 做出一个洞 在黄色的另一边 做成那样的一个洞 下一步 你需要小心的用吸管 在黄色的这边灌黑色 黑色的这边灌黄色 然后再把它二次加热 蒸出来 专业厨房里头 以这个操作方式去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们会做不出来 所以我今天教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先蒸一个全蛋 用上你的锡子 往这里头鸡蛋做一个太极形状 然后呢 把一边掏出来 然后再往这里灌黑色的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容易达成的一个方式 黄色的动作太快了 我害怕我自己真的说不出来 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你们会有四十五分钟 来完成这一道菜 我心里非常紧张 今天如果说砸了 就拜拜了 祝福你们 现在开始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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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娘娘好 那紧不紧张 紧张是看到你会紧张 然后我逼开你 这是一种很开心的一种紧张 我知道为什么 我会进入压力测试 其实是老师们照顾我 知道今天蔡小姐会过来 嘴巴多甜 对 滑头 对你说 我在二楼观战的时候 我肯定是最关注张童 我觉得她问题都不大 张童 蔡小姐来看你了 我关在这一场 平生 你看点重点 你很想问父亲 有没有紧张 没有问题 目前还蛮顺利的 加油 努力啊 加油 加油 你好 你好 我是在三档的秋山人 三档 我是三档的 我是刷头的 你是刷头啊 刷头啊 我用我的家庭话 跟蔡小姐沟通 原来她是我的老乡 很开心 努力啊 小丹 蔡小姐来看你 你好 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 你自己带的 我和我母亲 两个人一起带的 她会看这个节目 看这个妈妈这么厉害 她肯定会很开心的 与特邀嘉宾轻松聊天之后 美食爱好者们 投入到紧张的烹饪中 对于他们而言 蛋液的调派比例 将是今天的第一大压力点 就将直接决定 他们的太极双位震担 能否具备成功的基础 目前还是顺利 我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把水做到 1比1.5左右 往蛋液里面加汤的时候 我就感觉已经这么多了 然后那个电子汤的数字 还没跳到的一个比例 这对出来会不会水太多了呀 这个水分调得特别多 远远还没熟 袁天辉 我觉得他可能是 最危险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小孩 心不够定 他黄了吗 天啊 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居然把我自己的蛋液给倒掉了 又没有蛋 又没有墨汁 我想怎么办 我不断地在剩余的蛋里面 加上一些高汤 很害怕 因为蛋太少了 凝固不起来 我想了 我手上那一半孩子 一定要撑下去 我现在看了你现在目前做的作品 你的火就是完全是过大 刚才开的那个盖流的缝太小了 你一定要去不断地注意说 在蒸煮的过程当中 火力的大小 蛋是很容易凝结的 它在碰到热空气以后 马上凝结以后 就会起泡了 各位 已经过去半小时了 你们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 抓紧 只有红薰一个人 做得比较快一点 其他几个都慢 红薰知道整个条理比较清楚 但是剩下来的三位 好像都会有些失误 你这个是肯定没熟 水分调得特别多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你集中把这个做好吗 好的 感觉突然摸你了 小元的成功了吗 差不多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赵丹 动作明显慢 彤彤你做好了 差不多了 你呢 没熟呢 它已经开始不淡定了 今天真的是失误太多了 水倒多了 水到最后 但特别的不容易熟 要蒸很久很久 这下可能是无险性很大的 只剩下五分钟了 两位老师 你们觉得那四位的选手 哪一个比较危险 张铜和赵丹 那我觉得张铜的 他在火力控制上面 是有问题的 那赵丹来讲的话 他有点速度改变上进度 哪一个会比较好一点 红红薰 他一向是比较 稳当 稳当 好 我会先选他的那个看看 现在最后一分钟 要看他放直视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 把黑的直接散进去 他犯了一个在做菜的 任何一个细节当中 是绝对不能出现的 错误 还有最后三十秒 五四三二一 十秒 好 好 我们请四位选手 钻着你们的这道争拌 到前面来 那蔡小姐你是客人 你可以先选择一位选手 我就想品尝 行 我 会打的那个吧 红薰森 哇 哎呦 怎么又是你 连你都是你的 我们只有看的份了 娘娘有请 谢谢 好漂亮哦 谢谢 样子是很漂亮的 谢谢 但是我觉得有点鲜 对 因为看到你比较兴奋 所以手抖了一下 谢谢你 好吧 好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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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么近的一个接触的时候 哪有可能不紧张呢 比压力再还要紧张 原田辉 你好 原田辉他接的压力数是已经三次了 不可能必试试还是要拿过去吧 外形上看得不错 黄色的这些面的蒸蛋 和味是偏轻的 就是它不够咸 但是呢 呃在黑色的这部分味道还恰好 谢谢老师 以第一次做能够做成那样 我觉得是一道成功的蒸蛋 谢谢 谢谢 他不愧为压力之王 就一场一场的压力 在他真的 每一场都做得特别的好 蒼丹 老师好 怎么样 今天感觉如何 太紧张了 蒼丹是有点担心他会出局的 感觉到他的压力 比任何一个人更多大 我觉得从外形上来说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个台极图 只是边界还不够清晰 水有一点偏多 显然你没有完全地 严格地按照我们给你们的比配 做菜 它既是一门艺术 它也是一个科学 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谢谢老师 张彤 邓老师 压力赛的赛规 你清楚吗 清楚 那你为什么 给我两个蒸蛋呢 不管你是做得好 或是做得不好 都要先学会尊重赛制 明白 我想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有提点过你了 你的火力控制是过大 你这个容器呢 留的细缝是不够的 所以那时候你的蒸鸡蛋 基本上跟月球表面是差不多的 对 我去教学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 你的黑色这个部分 是塞进去的 他不是争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 他一下能够犯这样一个地址的错误 我 该说什么呢 张彤 其实你并没有对不起我 你是一直在对不起你自己 我们做一个厨师来说 一定要对自己做的菜给负责 谢谢老师 如果我平常做的话 我一定不会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其实今天也可以不做成这个样子 但是是临时决定的 品尝过所有的蒸蛋之后 四位美食评审进行了慎重的讨论 而最后的结果将决定 谁会在最后一刻 只不与顶级厨师的全果十强 好 现在请四位选手到前面来 好 童鸿生 我吃过你的菜 我觉得它很美 所以你安全 谢谢 好 其实被美女赞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这十强这东西暂时先放在一边 三位 相对这三个蒸蛋来说 我觉得袁田辉 我很紧张 顶级厨师第二季的十强 真的是我梦寐以求 想达到一个高度 你安全 其实我没有说很兴奋 我第一反应就是给丹姐和童姐一个拥抱 她们两个人 一个我都不想她们走 赵丹 张宝丹 张宝丹 你们两位在今天的表现上 对我来说 都不是最满意的 赵丹 我希望 你在你的人生的路上 还有你的美食路上 有时候该放下 就得放下 不要再固执 今天可能是会要离开厨房了 太纠结 太难受了 这么长时间了 在这个顶级厨师里面 学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记忆 还有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收获了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当初的那个梦想的话 我会很自责 很遗憾 张宝 你对美食的执着 还有你对美食的了解 你对一些创意的见解 都是常让我惊艳到 但是在上一轮的环体赛来说 你是彻彻底底的 被你自己给打败了 回到了顶级厨房的这个舞台来说 你也没有打起你的精神来 我和张宝的手始终是紧紧地握在一起 因为不是他离开就是我离开 可是我们平时又那么好 我们一直觉得 能进入全国十强的 最后一张门票 是属于 我们一直觉得 能进入全国十强的 最后一张门票 是属于 赵丹 你安全了 好的 照单 可以到二楼去了 张同 我今天给你一个特权 你可以上来 皇后娘娘会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好的 张同 到你的料理台前 留下你的围裙 在这个比赛里头真的学到太多了 你可以了解到自己的缺点 但是你也能了解自己的不同 我有的时候比较固执 心态上面是需要调整的 但是今天站在台上的这四位选手 我觉得他们三个比我更需要这个奖金和这场比赛继续下去 单单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洪洪欣也有自己的生活压力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 小元他是在做公益 他更需要这个比赛继续下去 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梦想 我的梦想仅仅是很自私地 想成为一名美食VJ 有没有这一百万 我的梦想都可以继续 所以我故意把那个黑色的蛋液倒掉 故意用的是成品 张同 还有一个问题 你认为这些选手当中 谁最有可能成为顶级厨师 现行一百万 有你的也有我的 张同这个女孩子其实人非常不错 她对人很开朗 很关心 十一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认可 她已经成功了 我为她感到自豪 爸爸妈妈希望没有让你们失望 首先要恭喜你们成为第二季顶级厨师的 十强选手 恭喜大家 尽管你们已经是十强的选手 但是从今天开始 你们必须把前面所有的成绩全部忘掉 要把自己归零 拿出你们的本事来 干得更漂亮一些 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走到十强挺不容易的 要想达到最后的路标 太累了 太难了 冯姐 我们一定带着你的一个梦想 往前跨进 为自己的梦想打拼 努力 快乐 好 simplement 急 秒 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